而現在警方又有新的取締設備 是裝置在紅綠燈上 偵測車輛停止線 不管是什麼車輛 你只要越過這個線 相機馬上就啟動拍照 相當的精準 再加上的測速照相功能 一個月最多舉發400多件 路口紅綠燈上面 多了一根看起來長長 前端還有個圓筒狀的設備 不容易被人發現 用路人可要注意了 這是警方新型無感應線圈 偵測闖紅燈設備 這種設備裝置在紅綠燈上面 從天空發射訊號 偵測路口闖紅燈車輛 只要違規越線 不管是摩托車還是大貨車 通通拍下來 這樣的偵測設備 還搭配路口這個雷達測速照相機 不管超速還是闖紅燈 通通舉發 設置一年多 違規件數雖然有下降 但是每個月還有200多件 堪稱違規殺手 設置感應線圈的話 會影響這個道路的施工 的品質的部分 所以我們是用 非感應式線圈的部分 來做這個照相 警方新設備從空中抓違規 民眾不想收罰單 還是乖乖一規定開車 最實在 記者王毅超 許家師台中報導 我們下集中報導 中文字幕——YK